議員要直球對決的 就是花了12億重建的新竹棒球場 而且目標明確 鎖定市長高鴻安 說好的魏全龍不會解約呢 高鴻安市長對於新竹棒球場的期待 跟龍來公司跟魏全龍球團 對於新竹棒球場的期待 是完全不一樣的 龍來一直以來 也都是主張暫停營運 希望在改善完成之後繼續進駐 而並非解約 議員也提到新竹球場去年底 查出的152項缺食改善 已經快要完成 只要六天的優化工程 就能舉辦熱身賽 但市長卻置之不理 內容的改善也都是由廠商 去自行吸收這個改善的費用 沒有花西政府任何半毛錢 但是高鴻安卻一直不斷 用這150項數字 去誤導社會大眾 兩個月僅僅是養護草皮的最短時間 也並非是整體漲地改善的一個騎乘 Mari Cook也在棒球場的報告中指出 排水問題不認為能夠在熱身賽之前完成 新竹棒球場什麼時候才能啟用 大家都很關注 面對市議員質疑 市服務業一一出面破除 畢竟球員與球迷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華視新聞》張正曾經安裝明信黃佩華 薛宗潔新主報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